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近代史研究所的余和平研究员 另外还有澳门科技大学社文所张富强特兵教授 那么首先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唐开建教授 我们今天主要是纪念唐听书的这个学术讨论会 我这个报告呢是讲唐听书之前 唐听书以后的香山三班兴起是在五口通商时期 那么我这个报告主要是讲一口通商时期 前隆时期一口通商时期的广州香山商人 我的题目是这个通市买办及航商 鸦片在那前合约在广州对外贸易中的香山商人 我这个文章主要是以敏越族谱资料为中心而展开的 大家知道香山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工为主的传统农业社会 曾无经商之仁 加进年间的香山县制 记载当时的香山民俗 唯士农浦不务工商 但自加进三十六年 葡萄牙人进去澳门以后 这个形势改变了 敏越商人趋之若乌 广东人福建的商人都进入了澳门 进入了澳门 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居留在澳门半岛北部的望潇村 这个当时移居到澳门的福建商人之多 很罕见的 我们承到明师卢和明朝的一些地方文献展现的资料看 当时的所谓明朗明街 称之为的福建商人 在澳门住居者达到两三万人 像郑志龙的母舅 黄成 像最早进入澳门的冯廷秀兄弟等等 都是著名的福建商人 但在澳门来以后 都是发展成为巨商 于此庞大的福建商人移居澳门以后 对于整个香山地区的风气的改变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广东的香山人 经营商业 城市海外贸易之风 开始出现 入侵以后 香山商人的贸易 刚开始还是主要停留在澳门地区 因为当时的广州还没有正式的一口通商 还没有完全的开放 当时的广州并没有欧洲船只的进入 绝大部分欧洲的船只来贸易 主要还是在澳门运行 我们根据史料考证 欧洲船只进于广州防浦贸易第一条船记录 是康熙23年 全国开放海境以后 到28年左右 外国洋船开始可以停泊到黄埔了 成这以后 广州就成为了欧洲各国来发贸易的中心 特别是乾隆25年 颁布禁止外国洋船前往福建 浙江等省 当时的原文就是 赤后三船征兆向力居在广东收博 听其自责航富造成贸易 成此以后 广州成为了欧洲国国来华贸易的唯一的港口 就是以口通商以后 广州成为了当时中国境内唯一的对外贸易的港口 通商港口 于是一大批乡商人开始进入广州经营商业 并开展当时来华的欧洲国国商人展开进行贸易 在乾隆时候 由香山的侧尾商人 无计交 无计用 又去金山 赴审 瑞智贸易 香山铁城 张氏家族 张邦浦 张再松 金山省费 居其自负 嘉庆六年 他们兄弟回来以后 在家乡盖起了大量的园林 购置了很多产业 嘉庆年间香山脆微的韦智易 这个家族也不得了 他们家的很多上子薄心 夏夜祭地 属足相连 历练养务 西山 郭墨其名 广州口岸 通商 朱央行 多挂公民赋利 这些材料的引现 反映了香山商人 已经成为了当时 整个中国里面 在国外广州港里面 很重要地位的这些 香山商人 这一批香山人 他们在广州 有的是充当通事 有的充当是买办 还有一小部分是成为了 航商 专门成是对外贸易的航商 并成为了 清中期以后 广州对外贸易的一支 最为主要的力量 通事 买办 航商 虽然书份不同 职业肥义 但他们都有一个 共同的特点 就是他们都是由 亲中府选任 或者是任命 在亲中府与外国商人之间 充当中介的商人 大家要注意 这些东西都是官办的 不管是通事也好 买办也好 航商也好 都是由官方选任的 不是他们私人的 而且这些他们的 相互之间的身份 是经常转换的 有的人先当通事 后当航商 有的人先当买办 后当航商 这相互的身份 互相转换 我这篇文章 主要是要利用 敏约地区的普贴材料 结合当时的 中西文档案材料 对这一时期 在广州 承担通事 买办 航商的 乡商商 进行全面的勾计 和考证 大家先看一下 旁边这个族谱 我介绍一下 旁边这个族谱 这个族谱非常重要 这是我家私藏的 破破烂烂 我已经捐给了 奥姆科技大学 这个族谱 部头很大 里面很多重要的 乡商人 进广州 在澳门 活动贸易的材料 这个族谱非常重要 我是股本的 捐献给奥盟科技大学了 将来大家修复起来 这里面有大量的 有关 乡商贸易的材料 这下面几个族谱 都是我们 我这次写文章 采印的一些族谱 这个是 有的是福建族谱 有的是这个 福建签约的 还有本能乡商地区的族谱 那你看一下 这是石井 这是郑子隆家族的族谱 那是翠维伟市的族谱 那是福建的一个族谱 这都是 我这一次论文 主要是依据这些族谱材料 撰写的 有关买办 同事 航商的这些研究 那我们看一下 鸦片带人前 在广州充当通市的 香山人有哪些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不要详细介绍 我大体上讲一讲这个 这个通市 这民中期以后 大批的香山人 进入澳门 他们跟葡萄牙人 一块青山 一块学习 所以很多人很快 掌握了外语 就是掌握外语 是香山人 最早进入山街的 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学习外语 他们首先是学习葡萄牙语 后来英国传代了 又学习英语 我们在海外党馆 找到很多 学习外语的这种小册子 什么红毛番语 葡萄牙语 找到很多这种东西 都是他们当时 澳门人办的一些 学习外语的条件 所以很多人 很早就掌握了外语 掌握了外语 这个通市 所有的条件 不仅仅要通晓外语 而且要跟外国人打交道 还要帮助当时 他们的这些贸易活动 贸易活动 所以当时的外语 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一个合同商以后 欧洲国家当时 包括英国 法国 荷兰 瑞典 丹麦 普鲁斯 奥地利 汉堡 以及后来的美国 都疯疯派船只 来到广州贸易 广州成为了当时 世界上最大的 国际贸易中心 因此在对外贸易上 占有天元语言优势 和已经具有相当丰富的 商业经验的 乡商商人而言 广州是最好的选择之地 第一个我们找到的通市 就是我们万下村人 谢家吾 谢家吾 这个谢家吾 后来承担了航商 这个谢家吾 他叫做 他的时尚行的航名 叫做敖关 谢敖关 西文写了很多 澳门东印的公司 编年史里面 明确称他为 澳门土著 澳门土著 这个 还有一些英文的 反问的 万下村的那些邮寄里面讲 这个敖关是 万下村已故的老通事 所以这个人 是万下村人 澳门万下村人 这个谢敖关 最早出现的 当通事的时间 是乾隆57年 1992年 他作为广州通事 跑到澳门来 催当时的这些人 到广州去 紧接着乾隆59年 他有谢敖关 又给南海生谢庙 最重要的 我们在澳门的 各个庙宇里面 配上官云堂 这个 官云堂和那个 普济常院里面 都罚到 谢敖关 捐献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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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财的 物的 这种 这种提名 表示这个谢敖关 当时 对他的家乡 非常的重视 非常的重视 这些材料 都是成 我们和考古材料建的 这个谢敖关 通过这个 在当通事 很多年以后 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最后当上了 广州的总通事 广州一共有五个通事馆 他是总通事 所以谢敖关 成为了广州总通事 他当了 到了嘉庆 嘉庆是三年以后 他把通事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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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领 这个职务辞掉了 申请当航商 后来他成为了 这个 澳门的航商 就是侯常 我董飞在讲 这是第一个 最重要的 同事 就是谢敖关 谢家武 第二个 同事 就是蔡宽怀 这个资料 就是从我那个 那个烂竹谱里面 挖出来的 挖出来的 这个材料 这个 当时在广州的 同事馆 最多的时候是五家 最少的时候是四家 大概是四到五家 所以马里逊说 广州的 翻译不过是四五个人而已 实在是四五家 通事馆 那么这个蔡宽怀 就是乡商的 原来是福建 近江的东斯人 后来迁到乡商地区 他开始学习了英语 后来 他在上面 通 方波里面讲 他逻辑到 他们先被逻辑到 集大乡 乡商县的集大乡 他会习英语 胜于有 舌宽和同事馆 于广州 十三哈 他大概在四十岁左右的时候 在广州开了 这个 同事馆 但是他们当时 讲的英语 大部分还是 杨金帮的英语 这个是族谱里面 由他 关开通事的一些介绍 而且他 开了通事馆以后 花了钱 赚了很多钱 他赚了很多钱 而且在广州 又买了房子 在西关关牙里 建了一个子同书如 后来 设立这个玉柜房 他有十个儿子 三个侄子 都加入了他的通事馆 他这个通事馆 是广州最大的通事馆 宽和通事馆 又叫做蔡茂通事馆 这个通事馆开 在广州 我们看到 找到的时间 大概有三十多年以上 三十多年以上 所以这是 最早的 这个香山人 在广州开始通事馆 这个时间 我就不详细讲 这里面的 第二个 第三个 在这个 同事主要住民的人 就是包梁 这个包梁 在广州传立 和松通事馆 也是香山人 这是我是根据 1832年的 英文法历史里面 记载了一个通事馆 它的名字叫包梁 这个包梁是谁呢 他没有公布他的习惯 后来我就反复查 这个香山包氏家族的族谱 一查 包郡的哥哥 就叫包梁 他那个梁只不过写成 那个梁山伯的梁 写成梁山伯的梁 所以这个包梁 是至少到后来 是到广州以后 把这个名字换成了 那个梁 包梁换成了那个梁 因为他搞通事嘛 这个梁比那个梁 梁新的梁 比这个梁善的梁 因为梁善的梁 别人以为是梁善君子 有这种法 换一个这个梁字 会更好 换一个 就是用那个包梁来取代 表示对他职业的信任 所以他以包梁之名 在这个广州 设立了和声通事馆 这个包梁是澳门的香山地区 一个最重要的家族 也是香山地区 唯一的取过一个 汉林学士的人 是谁呢 就是包骏 唯一的一个 汉林学士 是包骏 他是他的哥哥 包梁是包骏的哥哥 他当了开转了这个 香山的这个 广州的和声通事馆 大家要注意 整个广州 只有四家到五家通事馆 明确香山人开办的 就占了两家 超过了百分之五十 还要加上 谢敖关来一家的话 就是三家 三家通事馆 在广州占了百分之 六七十的这个比例 就是说主要 广州的当翻译的 都是香山人 都是香山人 这一点我们香山人要提出来 这是非常骄傲的一个事情 我们香山人早就 与外国人打交道 而且我们的外语知识 外语能力 在当时的这个中国是首屈一味的 首屈一味的 除了这三家 谢敖关 这个 蔡宽怀 蔡茂 加上包梁三家以外 还有很多 没有 讲他具体哪个通事馆的 这个名单的人 当过通事的人 还有很多 我这里就不要详细介绍 在里面 譬如说 贾青二十四年 就有一个人 在世博市 当同事 就是香山人 这个 道观时期 香山南西的 顺氏家族 南西 香山南西地区的 顺氏家族 宋世青 他就是 在澳门 学习了外语以后 特别是进了 马里逊学堂学习以后 他后来也成了 著名的 这个 这个同事 还有 还有香山人 吴雅富 这是个鸦片船上的 同事 还有很多这种 民事 像许习习的 都成为了 香山的同事 所以这一个时期 近于广州的 通事 香山人 特别多 而且他占的比重 超过了其他各个地区 任何地区的人 大概我估计 应该在 百分之六 七十以上 在广州 承担通事的人 都是香山人 大家要注意 这香山的同事 它是 生分是可以转换的 当了一阵子 同事以后 很可能就当航商了 很可能他就在 当这个买办了 他是互相转换的 这么 好 时间问题 我就不讲了 这个 鸦片栏能 清单 买办的 香山人 这里面 就更多了 我们一一看 就已经时间有关 又很紧张了 这个买办 我们看一下 称当买办的 像这个香山张鸿超 在买办 就当了 二十四年的时候出现了 二十四年 还有一个凌晨 到嘉兴的时候 刘亚张 在金布能公司 称当买办 嘉兴的时候 还有杨光 在称当买办 道官三年 黄天画在 荷兰人那里 称当买办 道官十四年 在这个船上 称当买办的 还有香山南平的 张耀阳 在十三行 甸地行里 称当买办 这个香山 集大人蔡逊品 在广州 捷季洋行 称当买办 就是捷行 称当买办 到后期 香山吴建 在崔维仁 吴建长 为马格尼亚格 洋行的买办 吴建长这个 道官十八年 有吴亚平 在斯坦福酒店 当买办 道官年间 最有名的 两个买办 一个是布丁邦 一个是包棚 这两个买办 不得了 可以说 搅动了 鸦片战争的 整个 天方地乎的风云 特别是包棚 跟毅力 直接打交道 称当了当时的 两款种多 其善的 生间的翻译官 直接跟毅力 打交道 这是鸦片战争的 影响很大的 一个人物 这个包棚 这个人物很值得研究 这个布丁邦 是早年在 格斯拉 格斯拉 这个学校里面 学习学习的 这条资料 只有我的族谱里有 布丁邦在 这个格斯拉 学了遗志 学了翻译 他后来 称当了买办 这个买办 实际上 那么 这个 道官九年的 这个包棚 在澳门当的买办 称当了十几年的买办 所以这个时间 这个很重要 这个买办 我实际上 就不讲了 第三个 鸦片战争的钱 在广州承认 航商的四个 乡商人 航商和刚才的买办 这个同事就不太一样 他的地位更高 级别更高 可以说是当时掌握着 广州对外贸易控制权的 最重要的商人 那么我查出来 根据我的考证 有四个商人 承担了 五个商人 承担了 航商 都是乡商人 我就不讲这些问题 具体问题了 第一个 就是蔡廷港 我根据蔡氏祖母 这个蔡廷港 就是在澳门出生的 一个福建移民 澳门出生的 他成为了 飓风行的航商 在前一年间 成为飓风行的航商 第二个 就是吴宜光父子 这两父子 也是明确整的 是澳门人 我称西文材料的 根据叫做机冠 也是澳门人 他就承担了 这个吴宜光 成为了这个 当时的这个 他最开始也是当过同事 他被在前农 47年时候 被任命航商 他创办的航商 就是丰太航 他两父子 都是丰太航的航商 第三个 承担航商的人 就是谢家 谢敖官 谢敖官三父子 就是谢家吴 谢友人 谢宗帝 他们是乡商 万下村人 他们承担了 这个 这个成为 他们两个行 一个是东玉行 一个是东兴行 前面叫东玉行 后来改名为东兴行 都是这两父子 三父子 他们来自于 乡商的万下村 第四位 就是来自于翠维的 翠维村的吴天元 他们两兄弟 同时串办的航商 还有一个弟弟 三个人实际上 三个人合作串办的航商 他的小名 有时叫三官 有时叫爽官 因为吴建章 是排名为老三 所以一般都叫三官 他是同迅航的航商 第五位 这是我 谁也不知道的一个航商 是我考证出来的 广东纪录报里面 记载了一个姓 原来我们发的姓宝 后来我查了半天 这个英文的这个词 这个词翻成保不合适 就应该翻成包 这个人就 最后我查出来 这个人 就是包郡的哥哥 包容 包郡的哥哥包容 这个人 创办了一个行 是永泰行 这个行是广州市三行 最后的一个行 被批准的 最后的一个行 是永泰行 这是在广东纪录报里面 刊在的这个材料 英文材料 我后来从族谱里面查证了 这个人 应该是 这包郡的 这个弟弟 包郡的弟弟 包容 这是一共五位航商 当时的广 一共13个 13个航商 香山级的 占了五个航商 都是 鸦皮特的后期的 道观后期的这个航商 所以他占的比例是 相当之大 相当之大 所以这个包姓航商的 出现考证 把这些 这个找出来 我们知道 香山商人 在航商里面 也占有很大的比例 最后 我讲个结语 这个 乾隆的一口通商 大批的香山级商人 进入了当时世界上 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 或者能通事 或者能买办 或者成为航商 这些人数 甚至来自于香山 南平 极大 最为商场 白领 雅港 钱商 万小村 等地区的广州通事 买办航商 无泥 对其家乡 费产生 很大的影响 我找了一条 这样的材料 光绪乡 市费县制里面 讲到 他讲到 当时13行 航商的 有个叫做年起舱的 新泰行的这个人 他是市费人 他说这个人 出现了以后 对整个市费县 依赴永思习惯 自然见证 忠相莫孝 迷然重逢 一个航商 影响到一个地区 一个航商 影响到一个地区 一个航商 对一个地区 就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是非地区 在道光时期 奢靡重逢 它来源就是来源于 广州新泰行的航商 年起舱 而在乡商地区 在广州 称当同时买办航商的人 如此正多 是否可以说明 到鸦片战争之前 乡商地区的乡商商人 乡商人已经 普遍地形成了 善于进行对外贸易 善于向西方 学习洋务的 新的商业新生 而鸦片战争后 特别是五口同商 开放以后 以大批买办为标志的 乡商商班 在中国的崛起与造星 除了人们所熟知的 徐玉廷 徐云聪 徐卫 唐廷贵 唐廷叔 唐廷之 莫斯阳 郑观印 等人外 还有很多 乡商买办 乡商商人 不为人们所熟知 不为人们所了解 我举的一个例子 叫张佩玲 这个张佩玲 就是香港著名的 毒面包案的 金手 这个人 在香港 在澳门 在广州 都有大的上行 他开办农券公司 开办煤厂 开办很多商店 办罐 这个人 乡商买办商人 并没有拿遇到 我们的世界能 像这样的人 还有多少 还有很多 我翻了一下 这个 19世纪买办那本书 里面 英文档案 涉及的乡商买办商人 大概有几十名之多 都有名字 但是都是用 阿什么阿灵 阿妈阿狗 全是印度这样的名字 才是乡商买办 我们把这一批人 和前面来的乡商买办 联系起来 我们一看 我们就感觉到 一口通商案 导致了 这个乡商商人 进入了广州 成为了广州贸易的 对外贸易的主力人 那五口通商以后 乡商商人买办 开始在全国遍地开花 形成了真正的乡商商 乡与天下 好 我的报告完了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唐老师的精彩演讲 世界上唐老师呢 是把这个 我们平时不太阻挡 十三行时期的乡商商人 尤其是把这个 乡商商帮的这个概念 往前拉 就拉到这个 清中期的时候 我们一般谈到 这个乡商商帮 包括我们在座的 这个胡博主席 他有一本书 专门谈乡商商帮的 我印象中是 在丽江出版社出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 唐老师呢 实际上这个文章很大 但是没有 这个时间关系的 没有展开 这个有两万多字的文章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会议手册上面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请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的 于和平研究员 他主要是谈 唐听书 跟这个 轮船招商局的关系 因为 于老师他人在北京 所以他今天呢 是以视频的形式 来给大家做这个 学术报告 可以打开一下 于老师可以开始了 于老师可以把你的 那个静音打开 静音把你那个 麦克风打开 好嘞 有声音了吧 听到了 听到了 好 各位同行啊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 首先 非常感谢 这次会议的 主持者和林所长 给我提供 这么一个好的 和大家交流的机会 那么我今天 向会议提供的 这个发言的题目是 唐听书与仁川招商局的 命运斩折 以招商局并购 美智奇商亚行为中心 那么 中硕周知啊 这个唐听书是中国工业化的 最早实践之一 那么 那么仁川招商局呢 是中国这个最早的现代性企业之一 也是唐听书 半层的第一家现代企业 那么到今天为止呢 那招商局经过150年的努力奋斗 以发展成为中国最优秀的 国营企业之一 这既有蜂拥机会资源 更有身自砥砺之有 他创建以来 经历了多次 转为伟安 转弱为强的命运转折 发生与盖局创建初年的 收购其商和联营供营之具 使他呢 从竞幅破产 变为债文脚跟 可谓是第一次命运转折 招商局收购其商案呢 是一个老话题 为什么还要再研究它呢 从完整的角度来看 招商局收购其商 经历了竞争收购 善后三个阶段 但是以往的相关研究呢 主要着眼于第二阶段 简略了第一阶段 分离了第三阶段 同时呢 或应受资料不全的限制 或应受时代观念的影响 所见不够全面 高评了招商局 自身能量和胜权还 及取人的作用 忽视了唐听书的作用 第一个问题是 唐听书与招商局 收购其商的缘起 这里呢 主要设计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是招商局何以能够诟病其商 这个 这个意欲研究的主要原因呢 有两个 一个呢 是招商局呢 认为招商局呢 已经打败了其商 二人认为呢 二人呢 是其商呢 考虑呢 要撤资回美国去投资 前一个是主要原因 后一个是次要原因 请转 那么这个 其商的散落呢 和出售呢 虽然与招商局的竞争呢 有一定关系 但主要呢 是它与 外能公司的竞争所致的 据美国学者 刘广经的研究呢 其商与1862年 创办之后呢 就与其他的 外能公司竞争了竞争了 到1864年底呢 外能公司呢 达成了这个 这个用家的协议 减价的幅度呢 达到百分之五十 那么到了 仍然就成立的那一年呢 之前已经成立的 这个 英商太古公司 已经与其商公司 站开了极力的竞争 长江航线的用家呢 再跌一半 比原来的这个 再跌一半 达到历史的最低点 到1970年2月 两者签署了联营协议 恢复到 1860年的用家水平 可见其商的用费 跌价 并非针对招商局 跟费招商局 所赢登起 而主要是 外商公司之间的 竞争所致 当然 招商局身奉 其实 也必须面对 这个现实的市场竞争 那么在招商局 打败其商的 这个认识中呢 有一个被普遍引用的 重要依据 那就是1876年12月 太昌世青 陈埃冰的一个咒作里面 所说的 这个咒作呢 说了三个数字 都很重要 对恒良 招商局 在跟其商的 进生岛中 究竟处于 什么样的状态 是很重要的 那么其中呢 第三个数字 最核心 就是说 招商局三年以来 市外商 这个少收了 中国的这个 人传用费 是1300余两 所以我经过 初步核心 觉得这个 这一个 这个咒作的数字 来源不清 这个咒作的内涵 也不清楚 这个 陈埃冰 作为一个 这个太常世青 他怎么会去 发这么一个咒作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数字 也跟招商局的 实际的情况 太不合了 所以不作为惧 往前走 就招商局 对其商的 竞争力而言呢 虽然逐年 有所增强 但是直到 1876年 仍然是 强弱 悬殊 特别是在 其商最主要的 长家行线上 招商局一直只有 到76年 就是12月 一直只有这个 三艘 私人小龙 在那边运转 竞争力 可以说是 为富其微 那么如果是 其商的四倍 招商局打败的 那么 那么意味着 就是说 太古 一和 招商局 当然是战胜者 那么然而 这四家的 实际的这个 业绩呢 不足以 愣其胜败 下面这个表 大家可以看 是吧 从这四个 从下面这个表 来看呢 招商局呢 已经陷于 资不敌债的境地了 是吧 他负债82.4万 是吧 而资本呢 只有 68.5万 是吧 每年分红 股价也是最高 这三家里面是最高的 利润率也是最高的 而且还有公介金 其他三家都没有公介金 什么外债没有 所以说 你不能说 其商 就是这个 算理说呢 不论说 这个 是 其商是唯一的 在竞争中 被打败的企业 往前 第二个问题呢 其商为何要把自己 出售给招商局 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是呢 经营上的战略转移 二是呢 鉴于招商局的 这个发展的势头 因为招商局 在那个唐定书接班以后 他不仅稳定了 北洋和南洋航线 开拓了远洋航线 更为重要的是 准备进军长家航线 直别其商的首要令地 那么从1875年秋开始 他就筹建 增替这个长家人村三艘 共计超过4500吨 平成呢 到1976年下半年 都陆陆续续 到了上海了 第三呢 是以李洪章为首的 清政府当局 不计成本地 这个 激烈支持招商局 使其商感到难以战胜 这些呢 不能不引起其商的顾虑 加之先前 一由撤之为美的计划 于是呢 便产生了 将公司 卖于基于枯渣的招商局 实现全身而退的想法 所以1876年 从开始循迹 到年底 变成绝迹 第二个问题 唐廷书与能臣 唐廷书受过其商的实施 在诟病其商的构金中 唐廷书主要参与者 有盛盛环徐任 唐廷书三个人 他们各自有自己 不同的记录 研究者呢 也有各自不同的评价 大多数认为 孙川环是主其成者 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徐唐则以色列后 只有个别学者认为 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孙川环主要是在 两家种的圣宝中 圣宝中的面前 巧言善变 而唐廷书呢 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评价不够到位 而且呢论证不足 有必要再做研究 唐廷书诟病其上只是 发生在1876年初 至1877年初 其整个过程 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唐廷书度在急证 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876年初 这个唐廷书呢 1876年初 这个正是这个 在任务量的阶段当中 应该说唐廷书呢 是这个事件的最初的动议者 根据李鸿庄所说呢 就最初向他提出动议的是 福建陈福 丁日昌 但是丁日昌与 这个招商局毫无关系 为何呢 要提出动议 那么有研究认为呢 当时唐廷书 正在福建 为丁日昌呢 办理电线的事项 两轮又是同乡 因此呢 很有可能是丁日昌 因唐廷书之请 提出这些建议的 同年8月呢 唐廷书呢 作为翻译陪同李鸿庄 前往烟台 参与烟台条约的这个 谈判签订事项 趁机呢 会同圣宣怀 许任向李鸿庄提出了 收购其上的指示 代表呢 李鸿庄拒绝了 那么在李鸿庄的咒状中呢 把圣宣怀列为三个人的职守 有愣者呢 据持认为 盛宣怀是诟病其上的主谋者 但这不合情理 唐廷书继位随行 先行与李鸿见面 先行与李鸿这个 见面 那么其实呢 在1976年的 1876年的这个 东监的这个定义当中呢 唐廷书路应该也是 实时的接受推进者 关于这个阶段的情况呢 西游研究较多了 应用的是两个资料 一个是徐用的年谱资料 说徐用说他是这个 决断者 是他一人决定的 第二个资料呢 这个是盛宣怀的这个 刑术 刑术里边呢 说这个盛宣怀呢 是组成者 往前走 往前走 但是呢 这两个资料呢 虽然呢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都是呢 四个几十年以后的回忆 乃至后人的标榜歌颂 比如说徐用年谱 就是徐用后来 他晚年的时候 根据他的记忆回忆记下来的 不是他一年一年 根据当时记的 这个盛宣怀行述 根据他的后人写的 不是他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是呢 不悬要功德之意 难免有事实之处 那么实际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所以这个事情 实际上最早就比较全面成熟呢 是唐宁苏自己 他在光续二年 招商局第三年战略中就说了 收购旗昌指示 当他回上海的时候呢 就有这个旗昌公司的人来说 这个所以呢 他觉得呢 就有根据招商局的实际情况 有必要来收购旗昌的这个人船 所以呢 就跟朱旗昌 朱旗昌 盛宣怀 徐任 商量以后 一块儿去了精灵 建了这个沈宝证 咱呢 沈宝证就当盟批准招办 那么这个资料呢 使唐廷书 即使的当政的 的话 切登包公布 应该比徐任年部 沈宣怀行述更有真实可信 照这个资料 唐廷书是与其商定义 堪碰的主角 而并非徐任一人决定 去经历 并建的深宝证呢 也不是唐与徐圣 这二族五人同往 而非全部与徐任 邀请的 此外呢 李鸿章也在光绪七年呢 一到周之中 讲到了这个事情 认为呢 这个所有的一切的事情呢 都是唐廷书与阳商 已经有诚意了 咱们的才邀请 盛宣怀 由湖北 前往金陵 见孙宝正 所以呢 这个事情呢 以前的这个 官说的 事后的附加呢 全部是唐廷书 这个主要的 来决定的 这就是明确的 指出了这个唐廷书 与其商定义呢 和精灵一省 寝室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 第三呢 在1877年初 具体的实施的第三阶段中 唐廷书呢 也是此事的主要执行者 那么1876年12月 金陵寝室 或审保证批准后 唐廷书呢 等谁就会上海 筹上一切 一方面呢 有其商 议定筹价 售价和付款方式 另一方面的证实 这个上宾李鸿章和陈宝 详室 详室首购 其商的利弊所在 以及筹款付款办法 和接收的程序 然后呢 再与申朱与徐 四人同府南京 经验南亚大臣 盯上一线 陈宝室呢 随于1月11日 其商18日 获得朝廷的批准 房间书呢 就于2月12日 与其商定义了成交合同 随后呢 亲自在上海 接收其商的各项产业 有上可见呢 招商局收购 其商指示呢 虽有总会拜 五人先后参与 但唐厅书 自始至尊 主导着他的 每一步进展 其他人员的参与 实际上 都是为唐厅书所用的 也是按照职责分工 各式其职 各用其常 唐厅书 这位招商局总办 自然是总览全局 一亿总副极致 唐厅书词卷 词局 得事如何 意义如何 虽然四人和京人 褒贬不一 但不管其具体 利弊如何 应该可以说 是抓住了 张上局并用 转折了一个难的奇迹 第三个 唐厅书与张上局 修购后的善后 张上局设购其善后呢 并非万事大吉 而是带来了重重危机 如何化解成为成败的关键所在 唐厅书等在给沈宝正的收购其商的禀文中 根据各方面的议论 列出了八点忧虑 但占一意自我否定 尤其是对其中的三大问题 态度过于乐观 也是对官方产生的严重的误导 一是认为呢 杨商继续竞争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呢 张上局从事以后就强大了 杨商再无力竞争了 二是呢 传多或少问题 认为呢 这个呢 可以通过朝廷增播 朝两岸可以解决 第三呢 是官本问题 就是说 欠了官方200万两债 怎么还 说是以后可以通过 仁臣张上局的每年的盈利 去归还 可以按其归还的 因此呢 这个算是呢 皆不足利益 但是呢 收到 其商后的 收购其商后的事实呢 正如他所忧虑者的一样 而不是呢 与其说期望者 恰好相反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 张上局收购其商后 太古一和的竞争 不仅没有淹其西谷 反而变崩加厉 交质其商竞争更甚 用家若与前两年交质 不及四五成 再与前五年交质 更不及二三成 亏胜近十万两 据徐认的解释呢 接应太古天走北洋 一和天走长家 威免威其丰饶 那么就第二个问题而言呢 虽然不突出 但隐性存在 李洪商在解答 这个御师董军汉的参作中说呢 所受其商家传最多 内税有旧币者 家务上客通行 徒一船大废巨 水脚过简 这个多行一船 则多赔巨款 献该局 但与长家则新船 小船废绳者 装贺开行 与太古相敌 其大者救者 展格服用 这声米费 就是说 停用大的龙船 有三十艘 基本上都是 两千艘以上的大船 它的停用的总等位 相当于收购 其商总等位的三分之一 那么尽管呢 它将这个东西呢 归咎于 应商公司的竞争 但其实同样的 也是就是船多或少的问题 就第三个问题而言 从一开始呢 在由孙宝生谈配的时候呢 这个 其实这个 唐靖书他们就提过这个建议 像要这个免稀 免稀 但是呢 孙宝生没有同意 只是主张的 给他的官商一提 就是以后呢 这个官方借给 这个商商局的债呢 跟商谷一样 同样的分利 商谷分多少利 他也分多少利 这个跟以前就不一样了 这么 而且呢 在泰国竞争之下呢 获利的呢 就没有把握 贵本呢 更没有这个定期 至于同时呢 到原来的计划 要增加双股的 也没有收上来 到76年的时候 实际上 到77年 78年的时候 基本上就 大概就增加了 不到十万元的这个股份 增加了4.5万 由于这些问题的显露 即使赵上局呢 经营艰难 也引起了朝野的议论 于是董正涵的零头 零头发难 参照赵上局 所以在朝廷和总理亚门 都发布资文 要求李洪章进行整顿 筹划应对的办法 李洪章呢 奉执以后呢 就立即招手筹败 往前走 对于呢 这个船都或少的问题呢 经过朝廷 奏听以后呢 就是说 一个 就是 猜旧船 或者呢 是变卖 第二个呢 就是 以后 官方所用的物资 凡是要 用能穿装用的 应该通通的 有装上去来用 三个呢 是增加潮用 比如是 加速了 安危了 加速 折迦了 都在增播的这个说 能穿用处的 潮用的比例 要增加 那么 对于 官本和商骨的问题呢 那么 就是说 就是可以 管系 缓还三年 但以后呢 相当于是缓系 缓也缓的 以后呢 慢慢的 再来 通过八年以后呢 再全部把它还清 往前 那么 那么对于 洋商的竞争问题 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除了官方 上述了两条 支撑办法之外 唐庭书等呢 采取了 太古一和 定的 齐加合同的办法 实行联营 联收 按程分立 首先呢 与太古定的 长江 黄运齐加合同 1878年元旦实行 随后呢 又与一和定的 天津福州航线 宁波航线的 齐加合同 那么 齐加合同定了后呢 招商局的这个 金黄业绩 得到好转 经济登影宽裕 成效大助 1879年第六届 这家自开局以来 第一次实现折旧 扣轮船 舰成本 43万辆 第七届 这家呢 也折旧船战 成本 41万辆 往前 此后呢 招商局与太古 一和一直延续 齐加合同 从而在合作 共诚中 逐渐走出困境 诚如李鸿章所说 招商局 在收购 其商之前 无利 有亏 收购之后 资本 短缺 允许 出息 借贷 此后 陶庭书登与一和 太古 设范一和 生意顺手 各年 即章 皆有盈喻 实习 渐有起色 到1882年 顾本 潮商局的顾本 抓住200万辆 股价高至200多万辆 这个200多辆 折旧呢 每年提40到20万 所签的关款呢 也开始按年拔还 到1884年5月 唐庭书 这个离局时 已归还 56% 到1891年 折旧 经纪层达到 376万辆 供接近 增至70亿万辆 关款全部还清 支持 赵商局 彻底摆脱了困境 中赏手术 从赵商局 收购其仓的整个过程来看 唐庭书发挥了核心作用 他不仅亲自 主持和参与了 各次关键事件 而且充分 应用了团队的力量 始终会办五人 同心合力 雇用其长 终于是赵商局 胜利完成了 他的与生俱来的 第一次命用转折 既从危机市府 转下安齐所业 也从依赖于政府 转下自力与市场 为以后的发展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余老师 余老师是近代史的大家 文章写得非常的好 我们在论文集里面也看到 尤其是他对一些问题的讨论和思辨 还有怎么样去看材料 怎么样辨析这些材料 就是写得非常的精彩 就充满了问题讨论 那么接下来我们请 张富强教授讲 《香山三邦如何登上 近代中国政商舞台 以唐丁书 郑光印和徐润为例 欢迎张老师 各位同行 各位同事 女士们 先生们 今天我向大家汇报的题目是 《香山三邦如何成功地登上 近代中国的政商舞台》 以唐丁书 郑光印 徐润为例 讲四个方面的事 第一方面就是 在洋务运动前后 上海作为全国的 对外贸易中心城市 信息举起 那么洋务运动大家都知道 就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讲 其实就是近代以来 第一次改革开放 而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是 第二次改革开放 这两次改革开放 不同之处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第二次的改革开放 是之前没有外国资本 没有外国资本经络 没有外国企业 所以我们改革开放 主要是要引进外资 但是第一次改革开放 就是在洋务运动开始之前 已经有外资经络了 那么这个外资经络 刚才汤老师已经讲到了 在鸦片战争之前 其实已经经络了 但是在鸦片战争之后 是大规模的 当时我们说在上海 这个上海也是 就是改革开放 第一次改革开放 最初是广州 当然最初我们可以 最初到我们的澳门 是吧 然后到广州 然后到上海 那么当时的上海 王府江 长江柳越 到处见到的是 洋兵 洋枪 洋兵 洋船 以及洋行 所谓洋行就是企业 外国企业 那么这个对外贸易 在洋务运动之前 以及洋务运动之后 初期非常兴盛 那么在这个对外贸易过程当中 涌现了一批 我们称之为所谓的买办 那么正好介绍汤老师的话 汤老师因为刚才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广州的乡山的买办 航商 后来到哪去了 那么是不是后来构成了洋务运动的 之前的买办 以及它的主流 我这里的回答是肯定的 肯定的 因为中卫贸易是上海举起 然后从广州它的洋行 开始慢慢地移乡上海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 上海的航商 以及买败当中的通事跟买败 也移到了上海 所以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详细也不讲了 那么到了上海之后 这些人就变成了 就演变成为 发展成为 相三邦 相三邦 那么这些买败 同时也有自营的企业 那么我这里就是提出一个问题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这些人 就是说如果是他们一边是买败 另一方面的身份 是有自己的企业 那么这些企业是不是构成了 我们中国的最早的资产阶级 资本家 这些企业是不是我们第一批 最早的民主企业 这个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相三买败主要有 龙氏 唐氏 徐氏 墨氏和正氏 五大家族 而这个相三买败 在当时的商界当中 已经成为领袖 这个上面我已经讲到了 大家看一下 不多讲了 那么同时在全国 实际上当时是以上海为中心的 最有名的四大家族 最有名的四大买败 其中我们唐丁书 徐氏 徐氏 郑冠英赚了三个 可见当时的这个相三买败 一些自营的商人 在当时他的地位是非常显赫重要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要讲的就是 相三三邦 我们把唐丁书 徐润和郑冠英称之为三姐 相三三邦当中的三姐 是他们三个是当然的领袖 同时我们说 他们在转型为 近代民族企业家的过程当中 也成为我们近代工业三姐 那么在他们转型过程当中 不得不提一下李鸿章 其实李鸿章也是 杨务运动过程当中 崛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杨务运动没有开始之前 他还不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他还是曾国藩的一个幕僚 他在杨务运动发动的时候 他的地位并不重要 但是他很快 因为他在杨务运动开始之后 就在同志元年 他就到了上海 他以商众的身份 一个就是还军的首领 第二个是江苏巡物 江苏巡物这样的身份 那么很快到了1870年的时候 他已经成为什么 直立总督 兼北洋大臣 特别在曾国藩死后 他成为什么 当时近代中国当中 主持杨务运动的领袖人物 所以他在杨务运动开始的时候 他跟曾国藩一起举办了四大军工企业 能够制造新式的武器 但是他感觉到 当然曾国藩也是跟他有同样想法 感觉到 这些企业并不能什么 长老历人 不能给国家带来财富 而当时的当务之杰 就在于什么 就在于 要什么 要为国家求富 有钱 有钱才能够办事 才能够推动跟外国兵赚 而环顾这个四周 他就感觉到 长江流月的所有的经济权益 都被外国人赚取了 所以他就想到要办民主企业 要办民用企业 要办民用企业 那么办民用企业的当情况下 谈后容易 所以当时他首先就是 感觉到 就是我首先要找一个 这个企业 要办的这个第一个企业 一定要什么 是四贯国际民生的 同时又能够给 这个创办其他企业 其他行业的企业 有个示范效应 那么于是 他就定格在行企业 因为行企业被外国人赚取以后 这个利益 是可图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感觉到 要需要能人 能人 能人如何找 找能人是非常难的事情 是当时情况下 他找来找去找到了 朱吉奥 他认为朱吉奥 他在海运方面 在潮运方面很有经验 而且他跟随 李恒障多年 但是呢 办了 人在赵商局之后 发现问题很多 朱吉奥 他毕竟不是近代商人 没有人传 能用方面的经验 结果是 人在赵商局 并令破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只好重新找人 好不容易 再找到了唐丁书 但是 找唐丁书过程当中 有些同志认为 就是唐丁书跟李恒障 视线是相识的 这个问题呢 有待研究 但不管怎么样 唐丁书 启用唐丁书 李恒障是经过一番考虑的 最后定了 定了 然后两个人见面了 但见面之后呢 唐丁书他自己 本能有地于欧欲 毕竟自己 有很多财富 当这个颐和洋行的总买败 一些有自营的企业 那么 如果 我当 到了就是国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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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做事的话 那有没有可能 影响我自己呢 是吧 他有个考虑的 但最终 他还是为 这个民族大义啊 说 这个李恒障的民族大义啊 所感动 最后还是 决定了 决定积任 这个 这个 人赵商局 这个总办的职务 那么在同时呢 他还 接受了自己的 好朋友 合作伙伴 徐任 因为他自己感觉到 一个人 不可能撑起 这个局面 是吧 那么 几年之后呢 又推荐了 曾观音 那么这三个人 都有很密集的关系 很密集的关系 那么 这 香山三级呢 就先后 我们说 实行了 四个转变 四个转变 一个是 我这里讲到的 写的是三个转变 第一是买败 从买败到 近代民族企业家的转型 第二是 从红顶买败 因为当时情况下 他们都有官贸 都 这个 有钱之后啊 都 通过 这个 这个 捐钱的形式 买了官位 那么 是从红顶买败 转向红顶商人 红顶商人 然后呢 是从局外人 转到局内人 这个 实行了四个转型 这实际上在 近代史上 也是很 很典型的 特别在中国 这个政商 政商传统当中 有一个 转变的过程 转变过程 而这三人的转变 是起到很重要作用的 那么第三部分呢 我就想 这个 简单的讲一下 就是这三节 对中国 政商传统结构 革新啊 结构的改变啊 到底有什么影响 因为我们 以前只是说啊 这个 中国政商传统 就是 政治 在当官呢 他是 第一位 在中国这个 职业结构当中啊 第一位 而商业 商人 他是最后一位 那我们说 职业 他分 三节九流 对吧 有九个等级 在最后就商人 商人 虽然有钱 一直来 被看不起的 是社会的边缘 但是到了近代 他就发生了变化 特别是三节 进到 我们商的领域 就是中国 系统当中 商的领域之后 那又发生了变化 变化 所以呢 我们这里就是 来简单的 回顾一下 这三个人 对近代社会的 这个贡献 那么不仅仅是停留在 工业 近代化方面 他还对 我们的文化教育 近代化 思想 政治 近代化 政治制度 近代化 都起到 很重要的影响 那么 这个主要的贡献 主要是表现四个方面 就我简单讲一下 第一就是 商办民族企业的量之多 且多为中国的首唱 当然最主要的是 唐廷书 唐廷书 有个简单的统计 就是 他说 这个 这个 创办的企业 当然包括了 接班 总共有四个起家 都属于 事关国际民生的 民用大型企业 创造了很多的第一 中国从来没有过的第一 那么第二呢 他最重要的贡献 就是在 企业的制度 创新方面 做了大量的工作 那 官舵商办 这实际上是 李鸿章的一个唱剧 这种体制以前有的 但是主要用于传统的 官言方面 就言商啊 官言 这个李鸿章有一个 有一个 这个唱剧 就是在近代企业当中 采取这样的形式 但是呢 这个唐廷书 唐廷书 他在这样一个 官舵商办的理念之下 他自己有个 创新 自己有个创新 就是他把 他常常性的把 首批的民用企业 办成了民无其始的 真正政府监管下的 商主商务 盈亏商负的 这个股份之企业 股份之企业 那么 则部形成了 商主商务 和官 政策支持 兼有的这样一种 正上合作性机制 那么 这个就通过上传 通过啥传 那么 也就是说 初学商转与外人 然后 记者与外人商转 刚才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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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兄 他在讲的时候 这个收购 奇仓 这个人权公司 这实际上 就是我们 商转方面的 一个 典范 那么 还有呢 就是 通过举办 航用企业 相关企业 建立起一个产业链 建立起一个产业链 那么 它 包括了 船破修理 码头 后站 仓库 金融 保险 煤炭 等 各个行业 各个行业 那么 这是 工业 近代化的贡献 当来 另外 就是 还在文化教育事业 近代化方面 做了 主要的贡献 实际上 包含了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 他 唐丁书他们 唱办了 格子书院 英华书院 同时呢 把 招商局 开兵矿物局 作为培养洋务人才的基地 那么 郑观音后来在 招商局 工学方面 也有所贡献 那么 这个方面 在培养 近代人才方面 这个 有贡献 第二 最重要的 就是 在协助 协助 那个 隆红 负责选拔 第一批 留美学生 过程当中 他们起到 很重要的 作用 特别是 当这些留学生 被迫 被清政府 赶回来之后 把他们 冷落一旁 在这个时候 徐润 跟唐丁书 吃手 给他们 安排了工作 安排了工作 那么最后呢 就出现了 培养出 一大批 对我们中国 有近代化 有贡献的能务 这里我已经写了 就不多讲了 那么 这个 第三类就是 是关于中国 政治和思想 领域方面的 近代化方面 一个就是 唐丁书 他不仅仅是个商人 不仅仅是个商人 他在外交领域 也做了很大的贡献 对推进我们 中国的 这个 外交的思维 方式 有很多的贡献 那么还有 郑观音 他无疑 是我们 中国近代史上 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他的思想 对于此后的 戊戌变法 辛亥革命 甚至毛泽东 都有影响 那么 最后呢 就是简单讲一下 就是香三邦 为什么能够 成功地登上 政商舞台 原因 我这里就写了一下 实际上是 三方面的原因 三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 必然的趋势 也就是说 他们因人 因胜了 这个大势 大势的发展 实在需要他们 而他们呢 由于他们个人的 这个人格 等等方面的因素 胜利地登上了 政商舞台 那么还有一个意义 所谓道义 那么他们 虽然 虽然从小受 西方的教育 又在西方的企业工作 但是 有钱 有地位 不一定什么 掩盖他们 爱国之心 所以这是一个 道义的问题 一个中国人的 责任问题 第三是利 他们的转型 他们肯定会考虑到 有没有对他们 有利的事情 那么我们说 这个利 也是有的 而后来事实也证明 由于李鸿章的支持 使得他们什么 事业很有成就 很有成就 那么于此呢 我就最后 我就想讲一句 就是对于我们现在 其实还是很有 值得思考 有很多启示的地方 特别我们 正在进行第二次 这个改革开放 所以有很多的经验 值得我们思考 那么时间关系 谢谢大家 好 感谢张老师 也非常感谢 今天上午的 三位主子演讲的老师 因为时间关系呢 问题都也没有 非常充分地展开 所以大家可以看 这个会议论文集 那么现在宣布 我们今天上午的 这个主子演讲的 这个环节 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大家 那么通知一下 今天下午 我们是在 R座的 104 105 两个会场 做这个专题的 专题的研讨 大家注意一下 那个时间 有部分的学者 会参加今天中午的 唐宁书同向的 揭幕仪式 也留意一下时间 我们的会务人员 会通知各位 好 谢谢各位 我们移步到 隔壁的集结餐厅 去用午餐 谢谢 设文所会务组的同学 设文所会务组的同学 请在下午1点半 回到101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